052D导弹驱逐舰一直被外界传为是中华神盾052C导弹驱逐舰的加强升级版 就连名字也被军事爱好者誉为新中华神盾 那么它的心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相比052C加强升级版的052D在各方面的性能上又有怎样大幅度的提升呢 接下来是相关的分析报道 自从关于052D导弹驱逐舰海誓的图片被媒体刊发后 外界就开始关注052D导弹驱逐舰 与有中华神盾之称的052C导弹驱逐舰之间有哪些改进 据公开资料显示 052C防空导弹驱逐舰是中国第一型配备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导弹发射装置的驱逐舰 被军事爱好者誉为中华神盾 它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中国海军的防空战斗力 但有韩国媒体曾报道称 052C型舰载相控阵雷达的体积较大 与其他国家宙斯盾舰存有明显差距 而正处于研制中的新型052D导弹驱逐舰 换装了国产的新型相控阵雷达 与原来的052C型的相控阵雷达相比 性能上有了大幅度提升 有报道称 相较于早先的052C型驱逐舰 新中华神盾052D导弹驱逐舰 换装了国产的新型相控阵雷达 与原来的052C型的相控阵雷达相比 新型雷达巨阵面积更大 性能有大幅度提高 军事爱好者们从公开的照片中 发现了两型驱逐舰之间 雷达外形有明显的区别 从外形上来看 052D的雷达采用的是平面 接近正方形的形状 看上去雷达如同一块平板 粘贴在舰体上 但是052C导弹驱逐舰 虽然雷达也是采用同样高度的布置 但是052C的雷达却有一个无形的外照 据英国检视防武周刊透露 这是一种被称为龙眼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 与美国的宙斯顿雷达相似 美海军宙斯顿战斗系统 是美国海军现役最重要的 整合式水面舰艇作战系统 其最核心 也是最显眼的标志 就是被动电子相控阵雷达 这一套雷达共有四片 呈六角形 分别装置在舰艇上层结构的 四个方向上 宙斯顿作战系统具有几大特点 它的反应速度快 能有效对付做略海飞行的 超音速反舰导弹 它的抗干扰性能强 可以在严重电子干扰环境下正常工作 在反击能力方面 该系统作战火力猛烈 可以综合指挥舰上的各种武器 同时拦截来自空中 水面和水下的多个目标 还可以对目标威胁进行自动评估 从而优先机会对自身威胁最大的目标 从可靠项来看 它能在无后勤保障的情况下 在海上连续可靠地工作40至60天 美军的宙斯顿作战系统 自1981年研制成功之后 先后装备了美国2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以及最新型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报道最后指出 05RD采用的先进相抗战雷达 与配合采用垂直发射模式的 红旗9型防空导弹 不仅可以有效地拦截掠海来袭的 反舰导弹和战斗机 未来还有升级为海基反导平台的可能